2011年也是建国百年的台湾灯会 这次落脚在苗栗县 苗栗县县县长刘振宏特别邀请了 台湾最著名的国际舞台导演赖生川 赖生川也真是令人惊艳 在过去台北的Tin奥 他让我们看到了他有别于剧场之外 办大晚会的才华 而这次的灯会更是让我们看出 整个表演工作坊的团队 他们的创意 今天文切事业周报 为大家做独家的深入报道 3 2 1 请走 开灯 台湾灯会在苗栗 主灯玉兔城墙 首捧元宝 中华民国精彩100 世界第一座LED光源 设计制作的巨型艺术灯笼 建国百年 创现60年的盛大庆典 台湾灯会以前所未有的国际规格 灿烂绽放 县长刘正宏邀请赖生川导演率领的 表演工作坊团队 在传统的民俗花灯之外 以科技性和无穷的文化创意想象 藉由主题馆的概念 开拓出灯会新的可能 客家传统建筑的土楼 作为元素的创意主题馆 意念上最为突出 所有的民众游客要从一管进 然后二管三管这样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经验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许愿的一个经验 我们的概念中呢 是说人要 其实要心灵要准备好 才能许出一个最棒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们从第一管开始呢 我们叫做天降甘露 我们会在这个游客的头上 撒下一些球 因为我们是说天降甘露 透过整个影像 还有雷光下的音乐 然后音效 你会感觉你在一个 几乎在一个瀑布里面的时候 好像很大的一些雨滴会落到你身上 那这也就是一种体验吧 一种洗涤的体验 然后到第二管接受这个百兽县锐 就是有一百个很可爱的 用霓虹灯捏出来的这些动物呢 然后给我们好像用宇宙间的 所有的能量来加持在我们身上 我想用一个低科技的东西来呈现 就是霓虹灯 它能够做到的是 现在你所有最高科技的什么LED都做不到的 它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现在在中央 3 2 1 它是美心跳同心 哦 这是需要同心协力的哦 这是需要同心协力的哦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第三管 第三管就是可以 用按钮的方式来许愿 我们这边比较特殊的是 像这五柱这个等于是一种灯灵 其实它是需要十个人共同按下牛才能够有反应 那这五个是为了要许愿是为了请世界少掉了这些不管是贪婪或仇恨或争执或偏见 是我们可以共同找九个朋友 或者是甚至你陌生人不认识的 我们一起来按 然后心中来想说世界上可以少一点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周围旁边的都是个人的 就是你个人的许愿 好 自己把它按下去 好 好 好 我们在拜拜的时候 我们就往上 好 上达天丁 好 上达天丁 以灯香概念建造 里面一棵静营梦幻的大树 有着绚烂多彩 无尽延伸的叶片 两旁流转的是齐力打造台湾的人物脸谱 他用一棵树 像一棵水晶七彩的树 然后用脸谱 就是过去在这块土地上 曾经为这块土地打拼 让它更好的 当然其实是象征了所有人 科技灯区则是用灯光和音乐 谱出光之交响曲 一百五十盏灯光模拟管弦乐团编制 随着音乐的播送或明或暗 每半小时演奏在地背景的乐曲 錦铃的艺术灯区 入夜之后更加没人 林间小金的草地 树林河井之间 铺设着蓝色LED灯海莲幕 宛如天际银河一般 梦幻璀璨 苗栗是水果之香 大壶草莓更名列 台湾十大经典水果的首位 水果灯区一颗十二公尺高的草莓煮灯 耐生川笑说很有搭搭主意的味道 底座环绕着羊桃、葡萄、柑橘等水果 不停旋转的花灯 还会喷发出水果的芬芳 草莓口味 台湾灯会压轴 不可不看的是水光秀 巧妙运用公园里原本的莲花池 再搭建一座中央舞台和水下花道 以元宵节的神话故事做背景 打造出二十分钟几句声光之鱼 与民俗文化的戏剧表演 村民误杀了神鸟 天神国的神将神兵 魂风而来 非常生气 要找出杀死神鸟的凶手 不停一心想救人类 于是想了一个办法 民获入了村民之中 就在神将神兵 那要杀死村民的时候 后 风雨下山了 村民一计放门 拿火把 提灯笼 放鞭炮 使得凡间好像火烧城一般 天神看了高兴极了 也被公主的善心感动 就原谅了人类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十五日 这个故事流传到现在 每到元宵节 我们都要提灯笼 放鞭炮 来感念温柔和善心 传统融合创意 科技结合环保 山城苗栗的台湾灯会 以动人的风俗人文 发现台湾观光的新亮点 到圣类 大门 放鞭炮 即使 它在本期中 有什么 用 要 用 你可以 这一天 你 不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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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